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 礼拜一叠 礼拜二叠 礼拜三到今天开盘 仍然再度创下了一个波段的一个心理点 各位 一天一天的往下跌下去 这个盘势我们说真的还真的有危机 那危机怎么办 各位 这个市场很有趣 做多 做空是不是两面 对啊 那危机它也有两面 各位 危机是什么意思 各位 以后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你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这个危机 尤其你是在这个投资市场上 可是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 你永远记得跟你说过的这句话 危机是什么 它有两个方向 它总是有两面 来各位 我们一起来看 危机从前面看它叫做危险 但是你如果换一个角度 从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个切入的话 也许你会发现 危机它也是一个机会 各位 各位 今天一路大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想很多好朋友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会想要全力的空方再去做一个加码的一个动作 结果 各位 还好你没有做加码 结果你今天空方加码 马上去把人打起来 各位 怎么会这样 来 好 在这个盘中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带领着我们所有的一个会 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们来面对指数的一个挑战 为什么今天的一个盘是 大家预许都会应该会大跌 但是你找帮你来看看来 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一步一步来 各位 把值比准备好 我们一起来上课 各位 我们一起来看 加权指数我们必须要去找出 到底市场上它现在一个多方 以及空方的力道在什么地方 空方力道来怎么找 各位 从上个礼拜到今天为止 是上涨还是下跌 你说好 当然是下跌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找空方力道 是不是从今天为止我们往前去算 波段的一个高点 到今天为止一共是几个交日 1 2 3 4 是不是四个交日我们二话不说 是不是马上给它一个 四日的波段移动均线 为什么要抓四日波段移动均线 我们要去抓出来 市场上这大跌的一个 四天的一个过程当中 空方它们到底是压制在哪一个点位 所以让这位来看 来 我们一起来看 四日的波段移动均线 你说好 四日的波段移动均线 到这一分这一秒为止 今天它是在9141点 这是可以解释今天高点 只有到9123 马上就被压回来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跟我解释 为什么今天开地之后 马上就有一股很神秘的力量 把这个盘式硬式 由黑变成红色的 到目前为止 它仍然是死守在红盘以上 这股力量到底在什么地方 各位 别忘了 我是不是跟各位报告 市场上永远就那两股力量而已 那你现在找出的是 多还是空的力量 来 再看一次 你现在找出来的 是不是空方的一个压制力道 那多方力道你还没有找出来 你如果把多方力道找出来之后 你就会很神奇 你就会觉得很神奇 哎呀 原来市场上 大家是这样子玩的 那多方力道怎么玩 其实在 你如果很仔细的 每一天你在盘中 你都有非常仔细的做笔记的话 我相信今天的盘是绝对难不倒你 而且你今天一开盘 你就是站在对的一方 怎么看 来 各位 纸笔赶快准备好 咱们做回来看 来 各位 今天我们从日线的角度来观察 确实它是压制在空方的力道以下 今天是空方控盘 但是各位 你如果把时间的一个框架把它放大的话 各位 我们把它放大到一整年 各位 今年是几年 103年 103年的一个低点在哪里 8230 各位 不是9230 是8230喔 从8230也就是今年的2月为止 各位 这一路8个月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它是在上涨还是下跌 当然是在上涨啊 那阿豪是不是说过 我们如果去找到 8 这一路上涨以来多方的一个成本 当然是给它8个月的平均成本啊 各位 当你把8个月的平均成本 把它打下去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各位 9075 数字比较小 来 我直接念出来 9075 那各位好朋友 9075你把这个数字记起来 来 各位 你回过头来看 今天开盘是开多少 9071 各位 今天开盘开9071 你注意听喔 开盘开9071 它是不是已经踩到了 8个月以来多头的一个生命线了 这一旦被灌破的话 各位 今年的一个多头 全部就毁掉了 那你说你敢在这个地方 你去赌空吗 我相信你来到这个市场 你如果真的要赚到钱的话 各位 你还是在盘中 要做对的事情 你唯有在盘中做对的事情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得到钱 各位 你今天开盘开9071 你有听懂阿豪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各位 他今天一开盘 他很勇敢喔 他竟然直接给他 踩在那个多方的一个生命线上面 各位 那多方他要不要抵抗 那你知道多方 明明知道多方已经要抵抗了 你怎么会在一开盘的时候 还去做一个追控 结果被人打起来 你不应该这样子的 所以阿豪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去做一个强调 各位 来到这个市场 大家都是想要赚钱 但是怎么样去赚到这个钱 你在盘中做对的事情越多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到钱 阿豪是不是一而再而三的跟各位去强调 你不是来分析行情的 你不是来这个分析师耶 你真的在盘中做对的事情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到这个市场上的钱嘛 现在大家都跟你讲说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危机 你看到的是危险 但是阿豪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 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怎么说 来各位 阿豪在昨天赶宽这个时段 同样的这个时段 阿豪是不是公开的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 昨天我说什么 来 台湾加油 台湾你真的要加油 而且不是只有阿豪在加油 连长官都在加油 所以各位 我们昨天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来 礼拜一的时候 9.1.1.2 我们从礼拜一开始讲 礼拜一我们是不是从9.1.1.2这个地方 我们趁着长黑下沙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多方进场了 各位 阿豪说的跟做的都一样 阿豪在盘后的节目当中 在友台运通 我也是公开的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 我们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趁着长黑 去做一个不多的一个动作 9.1.1.2这个地方 我们多方去做一个进场布局 各位 这个还不是重点 礼拜一还是小case 重点是什么 昨天 昨天那种紧张的一个行情 阿豪怎么告诉各位的 各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昨天在开盘之前 我们发现 哇 天啊 美国四大指数 不管是纳斯达克 道琼 S&P500 甚至费班指数 全部都是呈现一个大跌 道琼指数大跌107点 但是阿豪坚持 在盘中一定要做对的事情 台湾加油 所以阿豪昨天带领着什么 各位 昨天是不是礼拜二 在8.35分的时候 阿豪明明已经看到了 哇 美国四大指数全部都是呈现一个大跌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今日市价偏多看待 请你用盘潜的挂架的一个方式 一开盘你就直接用市价了 结果昨天开盘价是多少 9106 各位阿豪坚持在盘中 一定要做对的事情 你才有办法去赚得到钱 所以各位 这两天 过去这两天 你看到的是危机 但是阿豪看到的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怎么说 来各位 我们坚持在盘中 我们做对的事情 我们就来看 礼拜一的时候 是不是趁着长黑下沙的时候 我们在9112这个地方 我们勇敢的进场 去布局一个多方的部位 结果扭起来 9143 各位 昨天更是可怕 昨天开盘之前 天哪 美国大跌 但是阿豪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我们请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所有的会员朋友 盘潜挂架 直接用开盘价 9106 这个地方多方去做个进场 结果昨天最低点是多少 9102 各位 有哪一个从业人员 敢再一开盘价 直接叫你市价去买 而且几乎还买在昨天的一个最低点 那拉上来是多少 915 各位 这一段是不是一个机会 这是不是你来到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阿豪 每天在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的 你在盘中的时候 你唯有做对的事情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到这个市场上的钱 所以阿豪是运用什么 阿豪运用的是天罗地网线 天罗地网线怎么去运用 各位最近的一个盘是 我们采用当冲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 最近风险它真的很高 那我们采用当冲的方式 立即入带 把风险降到最低 同样的各位 今天不就又重演了一次昨天的一个情况吗 各位你今天早上一开 你早上一起乘的时候 你看到道琼又再度大跌 116点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但是阿豪做的是什么 那各位来看 来 昨天哦 道琼工业指数再度大跌 116点 纳斯达克也是跌 S&P500也是跌 费城到最后 它仍然是收黑 各位 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觉得是危机 但是阿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不就从历史又一再地重演吗 来今天 8点27分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关键的一个指令 送到我们所有会员朋友的手上了 今天我们是偏多看待的 请你用开盘前 建议你直接用试驾 进场去做一个布局 采用当冲的一个方式哦 各位 下面这个数字你都可以查得到 在10点以前阿豪出门录影之前 我查到的数字 我们直接在这里 大家比较好去做一个比对 今天开盘是开多少 9095 今天开盘最低点达到多少 9081 哥哥你在这个地方你站在偏多思考的 各位今天最高点达到多少 9142 各位这个是什么 这不就是你来到这个市场 你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吗 你来到这个市场是干什么的 分析行情吗 不对 你来到这个市场你是来算钱的 怎么样去赚钱 各位 你的方向啊 你的方向清楚 绝对是你获利的一个基础 当你方向搞不清楚的时候 今天开盘你直接去做一个追空的动作 结果各位 做个比对 走去加权指数 你把它追空看看 拉上去 下来呢 再一次又攻 再给你加一次 各位 所以阿豪是不是跟各位去做一个强调 你在盘中 你我有做对的事情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到这个市场上的钱 那要怎么做对的事情 各位 方向清楚啊 方向清楚才是你获利的基础嘛 你如果连基本的方向都搞不清楚的话 各位 那你是不是很容易在这个市场上就晕船 巴来巴去 但是阿豪必须跟各位去做一个强调 各位 你来到这个市场真的不是分析的 你来到这个市场是来找赚钱机会的 怎么样去找赚钱的机会 每次都要大赚吗 各位 阿豪举个例子 你一看就懂了 来 这个是大颗的钻石 很漂亮对不对 这个是小颗的钻石也不错啊 各位 不管是大钻石小钻石 它都是钻石嘛 那你来到这个市场还不是一样的道理 有行情的时候你就赚大的 阿没有行情呢 你就赚小的 因为你来到这个市场 你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你来家探紧耶 你不是来这个地方 跟人家看热闹分析的 所以各位好朋友 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掌握 我们先休息两分钟回来 再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一个报告 马带叶分解茶 解由你差无比 爱之为马带叶分解茶 心上市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负责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每样都想吃耶 怎么办 快去贵族市家 底下安全看得见 丰富的美食 还有限点先做的料理 怎么可以这么划算 约会聚餐的好地方 幸福就在这一刻 贵族市家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轻一点 轻一点 再轻一点 再轻一点 爱见清零茶 热量少一半 爱见清零茶 我爱的柠檬汁 清一下的滋味 轻一点 再轻一点 爱见清零茶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获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营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在其害虫 小面敦隔热并没闻 新二鱼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二鱼一体电纹箱 二鱼保护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顾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 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在科建学美语 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 我们都在科建美语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感谢各位朋友在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昨天跟一些我们的一个投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 有的比较直率的一个直接就直接讲出来了 那些都是要求外资 什么空担或净空单 留着两万几口的 把我们的加权指数弄到密密密密密 那些实在很弃的 那些人 那些人都不敢去进场 害我们都不敢去进场 那些人真正的 我们勇敢的台湾人 我们站起来 坐人一口 把他们打 打到他们去外太空气 各位 这个是我相信很多 投资朋友目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各位 这是不是一个危机 它真的是一个危机 同学朋友会说 这外面 他们在危险处 干我们家里什么事情 他们在危险处 来我们来看 各位 道琼 大跌 废半 大跌 S&P500也是大跌 连纳斯达克指数也难逃过 各位 他们在危险处 还不太少一天 各位 今天早上你看起来 道琼公共指数持续在大跌 大跌126点 S&P继续跌 纳斯达克继续跌 连废半最强的废半 到最后都能难是收黑 各位 这是不是一个危机 它真的是一个危机 那危机怎么办 看着吗 不动作吗 各位 别忘了 你来到这个市场 你是在赚钱的 什么时候赚最多钱 各位 当你看见危机的时候 你从前面看 它确实是一个危险 但是 阿豪发现 这也是一个机会 你只要逮到机会 你就是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把握 怎么样去做一个把握 各位 在盘中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做对的事情 你唯有做对的事情 你才真的有办法 在这个市场上 真的去赚得到钱 就好比各位好朋友 各位 那怎么样去做对的事情 来 阿豪怎么带领我们的会员朋友 在盘中我们去做对的事情 去掌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各位 阿豪运用的是什么 阿豪运用的是一个天裸地网线 我们不可否认的 最近这两天的一个行情 真的是比较小 比较小 那我们风险很高的话 我们就采取当冲 立即入带 我们将我们的一个操作风险 把它降到最低 因为现在确实是有危机 有危险存在 各位 那你要不要去做一个掌握 当然要去做一个掌握 怎么去做一个掌握 你在盘中的时候 你要做对的事情 这对的事情 来 今天是不是已经礼拜三了 礼拜一礼拜二 都在沙盘的过程 你在盘中有没有做对的事情 我们在盘中 我们又怎么去做对的事情 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来 各位我们注意来看 礼拜一是不是出现了一根 非常长的一个长黑 但是阿豪在盘中 发现这是一个机会 趁着长黑下沙的时候 我们在9112这个地方 勇敢的多方进场 各位 9112这个地方 多方进场 这是不是一个机会 因为涨上去 涨到了9143点 好那昨天 昨天在开盘之前 阿豪是不是又发现 这是一个危险 但是又是一个机会 那要不要错过它 各位 逮到机会 就是要好好的去做个把握 昨天礼拜二 我们是不是 请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我们用盘前挂架 我们用多方的一个方式 去做个进场 结果昨天 开盘价是开多少 9106 9106你在开盘之前 你在盘前挂架 你是不是已经成交了 一个多方的部位了 结果我们回过头一看 昨天最低点是哪里 9102 各位 你在盘前挂架 你都已经买到 几乎昨天的一个 最低点了 拉上来 拉到9152的地方 各位 你说 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机会 那很多人 这两天会看着 哇天哪 这种盘是 这是要怎么做 我干脆不要做好了 那你是不是错过了 那你是不是又错过了 就好比今天来讲 你已经错过了 礼拜一礼拜二了 那你今天又错过了吗 你今天不应该错过的 为什么 来各位 你只要有收看 阿豪资助人的节目 阿豪是不是每天都在盘中 非常认真 非常仔细的 无私奉献的 跟你去分享 我所知道的一些 看盘的一个技巧 各位 那你今天怎么会错过 这个行情呢 来我们一起来看 到目前为止 加权指数呢 是上涨了20点 报在9104点 各位 到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看到 它翻黑 没有呢 那它为什么会 这么样的一个强势 各位 市场上永远就是 那两股力道 那今天它是采到了 哪股力道 谁在花位 今天它采到了 多方的一个生命线 三米亚这多方的一个生命线 各位 我们一起来看 各位 今年是103年 对不对 我们用月线的角度去看 103年 从今年的2月 是不是一路上涨 到今天为止 是不是已经经历了 8个月了 我们如果把这8个月以来的 多方成本线 我们把它抓出来 会发现到这一分 这一秒为止 多方的一个重要防守成本 在9075点 那各位 今天是开多少 今天开9071 它今天开盘 竟然误打误撞的 已经采到了一个多方 最重要的一个防守成本了 你怎么会在它采到 多方防守成本的时候 还傻傻的去做一个 追空的动作 你当然会被嘎 它嘎上去 你当然会去嘎到 外资 外资做空 你就一定要做空吗 各位 我们不预设立场 尤其我们这个盘中的节目 我们不能够去 预测这个方向 但是我坚持 各位 你真的要赚到钱 你在盘中 你一定要做对的事情 我们是怎么做的 来我们来看 来 今天是不是9月24号礼拜三 被调记者切婚 还没有开盘之前 我们就把今天的一个操作的指令 送到每一个会员朋友手上了 今天我们仍然是偏多看待 请你在开盘前 直接就进场去做一个布局了 但是我们才当冲的一个方式 将我们的一个操作风险 降到最低 结果今天开盘价是多少 开盘是开9095 今天最低杀到多少 9081 结果你在这个地方 勇敢多方进场布局了 各位今天最高点拉到多少 在10点以前 是不是拉到了9142点 那各位 你今天怎么可能会在开盘的时候去做空 数量是不是就在这 所以盘中有人插 是不是非常重要 阿豪已经尽我所能的 跟公司争取 在盘中我尽量用这种节目 公开的跟各位 关怀各位好朋友 但是阿豪总是没有办法吧 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个朋友 我没有办法 每一个人 我在开盘之前 一个一个打电话给你吧 所以你是不是要 自己要先做对的事情 做什么对的事情 各位 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个盘式 真的很难操作 你根本还搞不清楚方向的话 各位 方向清楚 才是你获利的一个基础 你如果连方向都搞不清楚的话 各位 那你来到这个市场 你是不是做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你怎么去做对的事情 各位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去跟上 我们一个脚步的 请你好好的去做一个把握 赶快跟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咨询 因为你来到这个市场 即便说我们昨天 有投资朋友真的是非常气愤 这样起到要死 说我们都要他们这些华主 留那些空担 把我们家权指数弄到迷迷迷迷迷迷 我们如果坐在一旁 把他们射到歪的空气 看上去才赢 我们不用那么激动 我们来到这个市场 我们不是那么气愤 我们不是说我们是 我们也不是来分析说 行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们来到这个市场 你跟我的目的都是同样的 我们来到这个市场 最重要的是要赚钱 那赚钱怎么去赚钱 你在盘中你就要做对的事情 像这几天我们承认 这几天的一个盘式 确实是比较没有一个行情 但是你要不要赚 你还是要做对的事情 还是要想办法去赚到对的事情 为什么来 这个是不是大科的钻石 这是不是小科的钻石 不管是大钻石小钻石 没关系 他都是赚的 同样的不管你是做当冲也好 当冲就赚小的嘛 如果波段就赚大的 有多大行情就赚大的 你来到这个市场 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你都是来赚钱的 你不是来分析的 你也不是来看热闹的 你看这一个礼拜 一路大跌的过程当中 哇 你在这里站高山 看买稍谈 这样两手插掉的 都完全没去动作 各位 你别忘了 你是来赚钱的哦 你是来赚钱的你知道吗 那你不动作的话 你不在盘中 你不在盘中做正确的动作的话 我问你啦 你到底要怎么赚得到钱 所以阿豪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去做个加油 来 台湾 好好的加油 阿豪有信心 各位 你如果真的是对阿豪的一个操作模式 有信心 你如果真的对于我们这个台湾 有信心的话 各位 欢迎你跟上我们 在盘中做正确的一个动作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得到钱嘛 别忘了 你来到这个市场最重要的工作 不是分析 也不是看热闹 你是来赚钱的 各位 大赚 小赚 多是赚 大颗钻石 小颗钻石 多是钻石 各位 你来到这个市场 你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赚钱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阿豪也在这个地方 祝福台湾加油 也祝福各位好朋友 大赚 小赚 多是赚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鱼手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征服时间 让我热血沸腾 在21世纪 我用跑百米的速度 为客户服务 我很仔细 也很勤快 把房屋资料数位化 送上云端 让客户轻松就能挑选 线上就能看污 这个标志 让人充满动力 更有效率 选择科技化的团队 让你更快成交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固德投顾 投顾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退休 会疾痛 思思解痛 加强定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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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业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疾痛 思思解痛 加强定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过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 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运动健康 要愉快 要多吃3A为愉快 有优质蛋白质 和3A愉油